好 谢谢盛文的最新连线报道 那么后续还有最新的消息 持续带来关心 另外来看到雄性突 另很多的男性朋友相当困扰 但是医师警告这个偏方 不可以随便尝试 要维持健康的毛囊 就是吃好睡饱不抽烟 这个是不饿法则 要是遗传因素的话 可以用药或者是吃保健食品 来补充营养 那么以台北物语爆红的导演黄俊祥 也分享了他的身法血泪史 勃勃头发充满自信 48岁的导演黄俊祥 靠着烂片神作台北物语一炮而红 却因为先前拍片常熬夜 睡眠不足饮食不均 顶上凸很严重 很多人抱很多那种 可以擦的东西给我 就是擦头皮的 不知道哪里来的 就是说什么日本货 什么德国货 叫我擦擦看这样子 头发掉得更厉害 有些会 那时候就没碰了这样子 除多男性都有类似困扰 医师警告乱用偏方 小心越弄越糟 以头发浓密度来看 40%以上属正常法量 40%到20建议生法 20%以下才要执法 但民众最常用的生姜 刺激刺激素的避孕药 其实通通都没效 生姜的擦的红 有可能是一个发炎的状况 有可能是局部的发炎 反而可能如果持续下去的话 会更糟糕 就会造成所谓的毛囊眼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是 它是如果是雄性突的话 可能雄性素会比较高 它不会说你吃了病药的时候 你男性荷盟就会减少 医师解释 不论男女都会有落法问题 除了遗传 吃饱睡好 是养成健康毛囊的关键 也能靠外物像梳子 刺激头皮增加血流 或是吃保健食品 补充营养 但要是落法太严重 还是得及早就医 用药维持法量 甚至生法 才能免于执法动刀之苦 迷之新闻 陈一竹林建伟台北报导